那再来的话请各位就是看一下那个第八个单元 第八个单元的话就下载这个制作图标 然后图标的部分我大概会有两个比较重要 不过这个制作图标里面有一些资料 其实可以再结合所谓的爬虫 那爬虫的话可以把资料爬下来 不过爬虫相对的话难度会比较高一些 而且其实会牵涉到一些网路的因素 那所以有可能会抓不到资料 问题发生的 那好处就是说如果你将来有些资料是固定 一段时间会在网路上取得的话 那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 然后快速的汇入你要的资料 就不需要人工码随时要去抓一些资料 那首先的话当然如果我今天绘制一个图标 我希望做出两个 当然你可以比较常用的绘制图标 里面可以看到插入这个图标里面有这些 有没有像比较常用的像什么支条图 有没有像这个是折线图啦或者是说圆形图 那还有就是说其他的什么呢 这个阶层图啦等等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图放在我希望的位置 并且可以结合VBA的话该怎么做 当然如果说你完全没有概念的话 我这边再说一下 我这边先demo一下 比如说我希望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绣出一个直条图 按下这个按钮自动绣出一个圆形图 然后还有一个删除图 ok也就是说呢 我希望图放在我指定的位置上面 那该怎么做 当然如果你完全没概念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比如说直条图 你可以先到那个插入里面 找到这个图形里面 你可以点选这个建议图形 或者是说你直接找某一个图形 比如这边我希望找到一个直条图好了 ok 那当然如果你不会写对应的程式 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录制聚集 但是录制聚集的话 你会发现的里面很多就是不需要的那个程式码 那必须要把它删掉 比如说我直条图 你会发现 假如说我希望放在这个位置 好像刚刚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点上面 ok 然后其他的话可能还要注意一下说 这个图的样式 然后它的什么 它的位置就是左上角的位置 然后宽跟高多宽多高 另外的话呢 它的标题名称叫什么 当然如果你不给名称的话 它这边可能会显示预设的 另外的话这边有一个叫图例 Legion 那你是要不要显示 如果不显示的话你可以把它关闭 那诸如此类的相关设定 如果假设你可以 透过程式自动帮你产生的话那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然后在类似像Power BI里面呢 其实它就会有所谓的那个 Dashboard 就是所谓的那个仪表板 类似仪表板 你可以很快的知道说 比如说公司的业绩 然后或者是员工 某个业务员工 业务人员的业绩等等的 可以马上显示出来 或者产品的销售情况 等等的相关讯息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程式快速写出来的话 我建议啦 当然你如果录制的话 你会发现哇很多有很多的不需要的程式 那我应该怎么样把需要的部分留下来 那第一个的话 当然你们可以试试看录制聚集 然后录制直条图 不过你会发现录下来之后 最后呢我们留下来的 其实只要几个讯息就OK了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一样到那个Video Basic里面来看一下 那请各位一样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里面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录制来修改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直接拿我云端上面的程式码来用也OK 因为我这边程式码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来自那个 就是录制聚集之后的修改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我去掉还蛮多东西的 最后留下来的 其实只有最关键的几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增加一个直条图的话 那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开头的部分呢 我用Active Shoot Active Shoot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OK 然后呢后面的话会用到 有一个物件 叫Sharp实物件 这个Sharp物件基本上就画图了 也就是说你今天呢 不管是不是画图表啦 其实画其他的图形 也会利用到这个Sharp实物件 其中的话后面有一个方法叫 Add Char... 而且后面加个Char2哦 那意思是说啦 其实旧版的 我跟各位讲 好像印象中 在Add Char2好像不适用在 那个Excel的2007以前的版本 如果你用在旧版 Add Char2会出错 所以你可能还是 旧版的话还是要Add Char 然后后面的话特别注意哦 它其实后面呢 总共会有六个参数 你只要知道六个参数的作用的话 那基本上哦 你就可以改出你要的那个样子了 首先的话 你录制聚集的时候啦 其实哦 这两个参数哦 前面这两个参数指的就是直条图 OK,201跟这个什么XL Chrome 这个...这个...这个... 也就这个是直条图啦 所以你将来 假如说你不知道任何图形该怎么绘制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用录制聚集 然后来就知道说哪个图的样式是什么 OK 其他也可以用查的 接下来的话 后面有四个参数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你希望这个图 将来它的左上角在哪里 所以呢 左上角就是这两个参数 那一般的话 我的习惯就是说 我希望这个图 帮我摆在哪里 摆在这里 摆在这个的左上角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指向某一个储存格的左上角就可以 那我怎么指向这个储存格 左上角这个坐标 很简单 先跟他讲哪个储存格 这个是Range E1 OK 然后呢 他的左边就是水平的位置 就点Lapt 然后他垂直的话呢 就Range E1 点Top 也就是说 这个坐标 就是指这个 那所以他以后呢 图就会放在这个 E1的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左上角 OK 那宽多宽呢 宽的话就是 250 OK 那高的话多少 高的话就是200 假设这样的数字 只是说你如果不知道多大多小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先输入看看 那其他的话呢 这些参数假如不下的话 假设这些参数我先关掉 如果我执行这个的话 那你会发现他只会有个框框出现 有类似像这样 那如果说呢 你要让这个图绘制出来的话 那后面呢 你可能就是要把 其他的参数给他 包含哪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的话 我是把它包在一个Wis里面 也就是说呢 你必须要提供给他几个讯息 Wis后面可能要加一个ActiveChar 指的是目前活动当中的 这个图啦 所以其实 AddChar To 他就会增加一个物件 叫Char Char 然后呢 这个Char 就目前啦 所以这个ActiveChar 指的就是目前我们产生的这个图 那这个图的话 里面有哪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重要 第一个就是 你必须告诉他说 你的所谓的什么呢 Source Data 你的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B2到C9的这个位置 所以他会自动去帮你把资料给带过来 OK 所以如果执行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他马上帮你把直条图绘制出来 那第二个的话 要不要有Title Title是上面的标题 不过预设好像就是True 但是我印象中有旧版的好像他预设就不是True 所以如果假设已经True的话 这一行其实是可以把它注解掉 OK 或者是你留着也没关系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它的Title要叫什么 我们可以什么 Chartitle.test 指的就是上面的名称要叫什么 那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各分店业绩好了 那它的字大小多大 12好像太小了 把它改成16 看看16 OK 所以执行 那这个时候的话16就出现了 那其他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更改它Title的颜色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这个猜应该也可以猜得出来 就是什么 TrueTitle.form 后面其实把它怎么样 那加上一个点什么 点Color应该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边加一个点Color 点Color 那颜色 如果说我现在变红色的话 他前面也讲过 就是等于什么 RGB 瓜糊 红色就255 Dot.0 Dot.0 Dot.0就可以了 那这样把它倒车一下 程式执行这一行 那其实理论上这个就变红色了 OK 有没有看到 这边马上变红色 那其他的话一样 你们就可以自己再增加一些效果出来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一样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再绘制一个所谓的圆形图的话 那怎么做 当然如果不会也没关系 你用录制聚集 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然后呢 就是在游标一样放在这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怎么 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那聚集名称也许叫什么 圆形图 我就暂时不改 然后你可以怎么 就是选取这个范围 或者我把它放上去也可以 插入什么呢 这边有个直条图 跟上 这个平面圆形图 选这一个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怎么样 放在某个位置 比如说放在这个储存格位置 它会有帮你录一段程式 然后上面要有标签 按右键你可以新增标签 一般比较简单是图缩文字 这样就有图缩文字 这样就有图缩文字 甚至上面的title也可以改 我们暂时都不 或者是这个lecture也可以去掉 那这个暂时先不要动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 把它停止录制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个 我刚刚没有改名称 聚集一 那实际上 它录下来的 就会是长这样 不过其实你会发现 像这个选取范围 这个其实可以略过 因为这个等于是跟source一样 所以这个第一行就可以删掉 然后呢你会发现 它其实也会提供给你就是 你的那什么 你的图表的样式 比如说我们要圆形图 那就是251Xlpi 那后面其实 我刚刚讲过 其实add charge2后面 其实可以再增加 除了这两个之外 这个是图表样式之外 还可以再增加两个 你要放哪里 你会发现 底下这个是 它放哪里的讯息 有没有这一行跟这一行 所以这两行其实可以把它删掉 那假如说 你要把它自己放一个位置的话 那我们比如说 我希望帮我把它放在这里 可是这里这个位置是哪里 假如说你不太知道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拿这个来推 那这个怎么推 基本上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的程式 基本上我是从e1这个储存格的右边 所以其实它的水平位置就是laps 那它的宽多宽 它的宽是250 所以其实理论上 也就是说这个储存格 再过来250 其实就是我要放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什么 这个laps e1的laps 再加上250 ok 所以如果 那个垂直位置的话 一样 所以就是它的tup 可是tup的话 这个点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要让它怎么样 所以其实垂直位置一样 然后水平位置向右移动这里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把那个图放过来的话 那其实只要改什么 改那个刚刚的 所以我们改完之后的结果 就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把它laps加上250 然后把它tup 维持一样 因为它的上面那个位置 那宽跟高都一样 点slate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的source data 等于b2到c9 那当然在那个录制具体里面有绝对位置 不过其实 你那个地方可以不用加没关系 就是直接给它range 然后最后的话设定它的标签 那个标签的话 其实就是它set element 里面的话有一个叫data label callout 这个指的是它的那个文字说明 所以做好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执行圆形图 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 当然其他像这个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叫legend 就是图例 图例要不要清除 你可以自己再决定 然后这边title看 你要不要把它改个名称 如果要的话 其实一样 可以拿刚刚的直条图 拿来做修改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个legend是不是可以把它关掉 如果不会关 你可以用录制的 录制具体里面 其实也会跟你讲说怎么样关闭 ok 最后的话就是把它删掉 删怎么删 其实删除图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说 这边到底每个图叫什么名称 所以如果删除 我其实这边删除的方式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如果ActiveShoot 目前的工作表里面 那我后面有一个物件 叫Char Objects 这个Char Objects 顾名思义 就是图表的物件 点Count 点Count 的话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这个工作表里面呢 如果目前 所存在的这个图表物件 所存在的这个图表物件 它的总数 大于0的话 对不对? 为什么一定要大于? 因为如果等于0的话 那表示没有 没有就不要删 所以如果大于0的话 就帮我把这里面的所有 所有的Char Objects 通通删掉的话 那其实 就是只要什么 ActiveShoot.Char Objects 后面的话呢 给它一个方法 叫点Delete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Delete还蛮万用的 蛮多地方都有删除 OK 所以我们做完的结果 就类似像这样 直条图 圆形图 删除图 OK 那这样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这三段程式 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在云端白板的8-1 里面的第一个 点开来 那第一段的话 实际上就是 在那个直条图部分 请各位先试试看